但是紧急着就出现了传球失误 听见这边的转换 投入这球 郭浩文 排球打吗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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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 郭浩文在右侧 看一下这一次三分 终于投中了 这是郭浩文在今天比赛第一个三分 这些口诀啊 可这一次猜判没有吹罚犯规 那这样的 八一这边总算是打成了一次 成功的转换进攻 哎 拿到了一分的领先优势 单防成了对面一次进攻 但是紧急着就出现了传球失误 听见这边的转换 这球 郭浩文 郭浩文接球之后又是持球快攻 看看这边正面的一对一 二加一的进球 他给了刘伟的犯规 接球一对一 先是球打尽了 但是大致呢 还是觉得这球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加法也有 三分九 一招 还是进行了人员的调整 现在天宇翔在控 郭浩文依旧留在场上 最近进攻手感不错 六航初 是今天全队手感最好的球员 倒球给到第一小郭浩文 再来一个三分 哦呦小郭啊 三个三分球了 天津这一波进攻高潮 打得八一有些难受 郭浩文正面面对防守 险些打成一二加一 小郭也不好 直接获得三分出手的机会 再去转移球 底角的三分怎么样 还是没中篮板球 郭浩文抢下来篮下 早生犯规 这些比赛一直都在场上打 两发一中 篮板球 富豪拿下来赶紧找快速前叉的机会 郭浩文 这一次直接犯规了 那么这样点球 有的话分叉要回到三分 两发都中 三分的分叉 我们下转移球的机会